近平香港的杜弊王子真的搞得空空 大家天天都有些新闻報 為什麼呢?人家說他是騙人的 你怎麼看呢? 他現在就沒有說不再來 也沒有說沒有錢來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之下 我覺得就儘管先聽著 姑且聽之 但是 我又會覺得如果是真的 你見到政府應該出來發聲明 反駁都可以反駁的 又沒有聲明法又沒有人出來反駁 令人懷疑 這個又不出奇 如果你港府是想適宜的話 不要讓大家成為柴魚飯後燒料 你自己出來說 如果你沒有東西可以說出來 大家就推測你背後是否根本有問題 那不是說什麼騙案的 答應了拿錢拿不到出來 但是在商業行為上都很常見的 你有時看到一些商業的大的 deal 那些收購那些 說說說說都告吹了 沒什麼下文 那不是一件很大的問題 你有很多可能是 就算有口頭協議也好 程序上可能一路走下去 是卡住了的 那麼去不了 那麼去不了 這個是常見的 不過在一件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政府上就比較尷尬一些 還有這些東西 說說都是 我想是一些商業行為來的 比如一間公司好 個人好 拿一塊錢 你就管它多大塊 它拿來投資在一些香港的商業活動 它不是你來買你政府的基建的 它不是來和你政府合資做一些事情 它是商業過商業 現在都沒有說錢拿來做什麼 可能都是拿來炒股票而已 按照計算是不應該經政府的 政府不上身的 有彩拿都不是政府出來拿 理論上就是這樣 它這次衰格的事情就是 它自己懶惰出來拿彩 結果拿不到彩就碰到棉灰 其實就是這件事被人拿來笑 最主要就是 整件事說是不是黃子騙案 我覺得有人說得對的 他現在都沒有騙過這個黃子 那又不可以說成一個騙案 但是感覺上就是 你的政府 包括最高層都被人騙了 你現在經常賣廣告說防騙防騙 是吧 就是防防騙 你自己第一個被人騙 這個做出來的效果就比較差的 這個也就是三番四次給了一個教訓給政府 就是有些事情 譬如說之前美斯來的那些 落場踢球 其實都不關你的事 關你的什麼事 就是根本是一個商業行為而已 有隊球隊來香港踢球 然後有人賣票 賣票就賣票就踢不踢不踢不踢 如果你說有什麼失誤的成分就賠錢 好像這樣這樣 其實這件事完全是政府可以不上身的 你不是趕快地摔出去拿彩 你就不會撞板 那他現在一次又一次 慢慢走去做 就撞板了 還有就是 如果一些事情是做得好一點的 譬如說是商業帶頭的 在整個流程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事情做得足一點的 那我想如果這件事不是經政府的 是純粹一個公司 一個集團自己推的話 他肯定有很多事情會做得好一點 做得穩陣一點 不會做到最後才需要收尾 那那個出事的機會會低一點 我覺得 但是如果下一次你有政府在後面推 因為政府最擅長的就是落地址 這個就是落地址 幾時幾時都好像有些東西看 我要城池 我要奔分 那就趕快要做就要做 說要就有 但是你看到很多東西 包括那些垃圾收費 你落地址就沒用了 一二再再二三 就是根本是做不起就做不起 你就要退 退完又退 那你有很多事情 不是你急就急得到 你也看到現在這個政府就是為… 就是為求… 就是那個急功近利 結果欲操則不達 每次做事不是跟著以前政府的行政上應有的程序 每次都嫌 以為那些官僚 行共產黨那一條咀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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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就是 一來一味快就沒用的 你現在最近看到大陸一打風 跟著樓吹就難了 別人自殺樓街 即是你如果很多過程不是撿到正 有人去所謂監察 跟著時候是看足了的話 你很容易是在過程中有很多垃圾 現在告訴你這些垃圾不是單一的事件 你這幾個月看到是一連串的有些失誤 如果一個政府一連串發生失誤的話 他應該去檢討一下 反省一下 他是不是整個做事的流程有問題 不是說你把KPI推出來 即是商業行為就算有KPI 譬如我們以前做金融的那些也好 有很多事情都要跟足拿正 譬如你拿客這樣 我不是說你拿客 說知道你洗黑錢有什麼也好就拿回來 有很多事情要跟足 撿到正 反而現在很多時候你見到政府是有些事情開始亂來 就是為求達到目的有些不擇手段 譬如有些監管機構開始放聲器 叫銀行 你不要召喚了 你儘管放就放 借了就借了 這些就是中銀監 中正監管才說出口而已 即是你在香港來講 一向風險管理是第一件事 是很重視這件事 整個政府尤其是金融是很重視風險管理 你現在有個人來拿大錢過來 你說他多好幾十億都好 你畢竟都是一塊錢來的 你這些錢從中東過來 中東那邊出了什麼髒話的錢 即是你這個人的背景 那些錢有沒有髒話的錢 其實這些是要看清楚 要審視清楚的 如果你做那一刻做得不乾淨 我就算讓你成了事 如果你發現這個人後來是被人查到有東西的 有股額的 或者錢是有問題的 那你也很尷尬 所以整件事不是說做就做這麼簡單 程序要跟著足 現在就是不跟著足做 所以就拿完一次又一次 他現在就說 之前港府就簽了他殿下皇室的人 皇子 但是現在就在那裡被人起地 做個工模員 是一個歌手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錢呢 大家就懷疑他 我又覺得沒所謂 皇子都可以出去送一下速遞 就是闖一下世界都沒有問題的 那你譬如英國有些皇子 都走去服役 走去那裡 到處做不一樣的事 我覺得OK的 這個 皇子也不一定很有錢 你事實上 整個黃色那麼大 有些窮一些 有些有錢一些 這個我不覺得很奇怪 那個問題是政府在這件事有什麼角色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如果政府只是便利整件事的話 你不需要有這麼深入的參與 那你變成一個商業行為的時候 你能理會他是不是皇子 他是沒什麼所謂的 不是說不是皇子 香港就不歡迎的 一樣歡迎的 不是說你有皇子一定要拿多少錢來的 如果不是皇子 你拿錢來 香港就一樣歡迎的 大小也歡迎的 不是說一定要有幾億才五體投地的歡迎你 世額不歡迎的 所以我想這件事的性質就是 其實不要理會他是不是皇子 他有多少錢來 反而就是 你那個皇子會不會有些什麼狡猾的事情 他說他是皇子 原來他是唱歌的又做過這件做過那件 其實是不是騙子 這個反而比較重要 如果他本身是有一些叫做犯罪的意圖的話 那你這樣公然去welcome他放他進來 其實這樣是有問題的 那錢是不是乾淨 這個最重要的 我關心的是這些東西 那如果他本身不是的 他是很乾淨的 那錢沒有問題的 那他是皇子 不是皇子 你喜歡叫他電械 你叫他什麼都好 這個問題不是很大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是不是因為他一直想 國行那些所謂的家族辦公室這個成績 所以才會催谷得這麼大 就是因為 壞了太久 壞了太久當然是你自己做出來的 那你自己做壞了那個局 現在急工的人 也要洗底 要做些東西出來 但是財幣有急門 不是說你馬上急便馬上來 那你有很多事情要做 即是有部署要做好 他就沒有做好這件事 你從他的背景 這些高官的背景 你看到他們不是做這些事情出身的 他們抓人 踏人 把人在監倉 叫賺錢回來 究竟5億是多大數 他都還沒搞清楚 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我們看來他很外行 你外行不要緊 你不會什麼都懂的 你不懂就給其他商界 給一些專業人士做 不要自己攬傷身